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千百滋味 现代已经没有战争了 而世界某些地区还是爆发了许多矛盾 而这些矛盾大多数是被黑帮操纵的 那么现实生活中你了解的黑帮有多少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世界上四大最有名的黑帮老大 首先就是本拉登了 本拉登最大的成绩可能就是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 当时他这一举动就造成了将近3000多人的伤亡 你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害 所以让他排在第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个就是俄罗斯的黑帮老大托克塔霍诺夫了 他被美国政府称为国际犯罪组织的主要头目 主要是销售毒品 武器还有走私被盗汽车等等 他是一个黑帮老大 但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第三个是哥伦比亚的毒贩马林 他主要从事的是贩毒 以及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他们甚至自己自造潜艇用来托运毒品 当初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此人 第四名杜月升 国民时期威名赫赫的青帮大佬 也是当时中国最大帮派 青帮中最有威望的一个大佬 在他的统治下 上海滩几乎没有人敢与他为敌 他在上海滩统治了几乎半个世纪 让百姓和官僚闻风丧胆 就连后来被日本人占领后 日本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